希拉米最新海豹出路 跟71岁泰王甜蜜依威 盛世美颜碾压苏提塔 希拉米王妃充满悲情色彩 原本有望加冕为王后 却一度沦为阶下囚 根本原因还是得不配位 再加上娘家作妖 把希拉米彻底推入深渊中 在不少读者的心中 希拉米始终只是个花瓶 即使人美心善却腹内空空 根本没有立足的能力 事实证明前王妃也很上进 刚刚升下提帮公王子 就马不停蹄逃取了研究生 拥有泰国农业大学的硕士学位 泰王并未无情之人 多年来并没有放弃希拉米 并且一直为他创造良好的环境 除了他是提帮公的生母 两个人的感情也很深厚 真是简不断理还乱 王室办公室发布最新款海报 希拉米跟泰王携手出镜 甜蜜地依偎在一起 按照王室的惯例 选用的是老照片 但是足以所有人经验 前王妃希拉米现状不错 被太后从寺庙中接出来 暂时住在皇家别院 远离公斗其实是件好事 更何况还能跟儿子私下见面 可见王室高层已经放松了管控 这张全家福海报曝光后 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毕竟希拉米依旧被废 到底能否跟泰王破镜重圆 是大家无比关注的问题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 只要提帮公王子回到国内 必然会发布全新的全家福海报 可见小王子是个有心人 即使顶着重重压力 也要给母妃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并且通过皇家海报宣誓主权 马哈瓦吉拉龙宫表面上花心 实则掌控能力很强 对王室的大事小情都了如指掌 提帮公母子团圆是迟早的事情 由马哈国王暗中支持 苏提达肯定不敢继续作妖 这回提帮公王子被召回国内 不光连续出席了两次皇家公务 并且私下跟希拉米会面 最新款皇家海报出炉后 不少读者都觉得很欣慰 母子团圆的温馨场面 或许马上就会上演 海报上的老照片 开设于十几年前的一场宫廷晚宴 当时希拉米正值颜值巅峰 拥有盛世美颜 并泰王一不开眼 也是他最受宠的时候 照片中的希拉米眼波流转 跟泰王甜蜜依威在一起 公开秀恩爱无比甜蜜 不得不感慨提帮公兵血聪明 选择这么一张照片 存心是在给苏提达添度 苏提达最引以为豪的王后之位 如今看来真是荒唐可笑 旗下的幼子一直被养在瑞士 泰王不光不承认这个孩子 甚至懒得去看一眼 跟提帮公王子形成先名的对比 事实证明希拉米才是有福之日 即使暂时处境不佳 未来也有望加冕王太后 如今希拉米已经51岁 依旧拥有盛世美颜 足以碾压平庸的苏提达 泰王的后宫虽然人数重多 但是最放心不下的女人 还是自己的白月光希拉米 从最新款的皇家海报也能看出 泰王希望一家人重新团聚 并且默许了提帮公的旧母行动 小王子已经长大了 不再是那个人人嘲讽的铁憨憨 羽衣丰满后可以保护妈妈 希拉米王妃等待多年 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皇家粉丝们也无比欣慰